哈喽,大家好,我是男青年 我在这地方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就是想网购一件衣服 今天是双十一 正好看看有什么打折的嘛 给自己买一个小棉袄 钱虽然不多,总觉得没有意义 穿那么好看也不知道给谁看 谁又关心我穿得好不好呢 难道一件衣服就能提升一个人对我的看法吗 即使我穿得很华丽 那些女生会多看我一眼吧 会觉得我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天渐渐的冷了 我穿这一件单薄的衣服 也是感觉到早上威风震震 好在我们保安公司提供大衣里面的那种小假袄 穿起来特别舒服 就是不太好看 像老童子穿的一样 如果说只是在直亲的时候穿上工作服的话 那完全没有必要买袄子了 但是怕的就是突然哪天去约个会 没有像模像样的衣服 那就不通了 所以我正在付款的那一瞬间 我又觉得谁和我约会呢 我就默默地关掉了APP 接受着自己是单水狗的事实 干保安的话 哪有什么女生等着我的 又不是说颜值多高 多有魅力 我是毫无魅力 又没有钱 双十一人家都给自己心仪的女生 还有各种女神买买礼物什么的 我是微信上连个女生的微信联系方式都没有 看看能不能通过社交网络去找一个女生聊聊天 结果我发现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了 家伙的人要不就是女败男装的男人 要不就是三人 几乎没有女人 就算是有女人见不到面 摸不着上来就跟你要红包 我哪里承受得了这种压力呢 自己身无二两肉 兜里也没几瓶钱 这样的聊天方式更不适合我 我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老老实实的我踏踏实实的工作 保安公司能给我们提供一日三餐 但是提供不了爱情 提供不了婚姻 每天在大陆上能遇到很多女生 但是路人人家才不搭理我是干什么的 最多用到我的时候问一下路 我给他们指引一下 其他的时候又没有和人家有任何交际 回到公司总部的话 也就财务文员是女的 他们更看不上我们保安 虽然表面上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但是内心中谁都知道 不论是哪家公司 在中国不可能说保安和财务文员有爱情 这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的话那只存在于韩国 不存在于中国更不存在于我身上 我要是有人家那个颜值 我早就找到女朋友了 我还会天天在这个地方积啦呱啦的吗 颜值比较大众 说不上丑更说不上碎 只能说一般人 只能踏踏实实地干保安吧 为了美好的明天 我们要奋斗 我愿意误会许多好碎 我愿意误会许多好碎 我愿意误会许多好碎